在新北市泰山区山脚里的第一公墓之前 有一块闲置用地 它原本是地方上面的脏乱点 不过在区公所的协助之下 里长用心规划 长期把空地打造成为美丽的小公园 而且刚刚好适逢清明节 区公所也利用这块用地 在扫墓期间设置了便民服务站 欢迎民众朋友们多加利用 为在泰山山脚里第一公墓前的闲置用地 原本是地方上的脏乱点 在公所的协助下里长用心经营 将这里打造成一处小公园 提供给社区民众一个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以前这里是一个脏乱点 现在我们新来的 刚刚我们的领区长真的很用心 在这方面现在是清明节扫墓的时间 那个做我们楼梯还有340个项 现在都给民众方便 所以都把那个路都弄平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原先是一个脏乱点 那也经过里长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公所也全力来配合 那来消除脏乱 打造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公园 泰山区长林庆峰表示 王国超里长相当认真 用心将里内环境整顿的相当美观 这一处脏乱点也在里长的提议下 公所配合师座 适逢亲民扫墓时 公所也会利用这块用地 在扫墓期间设置便民服务站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那就在我们的一个公墓的一个路口 那届时如果说相关的民众要来扫墓 我们在这边也会设置相关的一个服务站 那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能够多加来利用 那这个利美化也是感谢我们的旅局长 在很用心在我们三角花很多的心力 真的很感谢他 里长在这里种植了许多盆栽 一朵朵椒艳的花朵相当好看 里长希望民众要多多发挥公德心 不要任意栽取花草 共同维护环境清洁 让社区生活更加美好 记者胡雨萱泰宣采访报道